這個資料的話是之前有一個在企業上班的工作的一個等於是學生提供的 其實他就是本來問我問題 後來我看了一下這個東西其實還蠻適合拿來當範例的 那各位可以發現其實他的資料並不是只有到1000 其實這個後面其實還有 那只是說因為這個可能要查詢的時間太多 所以我乾脆從1000切掉 然後底下的話其實好像他本來給我的資料是 他每天都要查這麼多這麼多人的黑名單 那他剛好他以前不會用這個方法 所以那後來我跟他講說你可以用康語婆 他發現哇塞太棒了 為什麼因為他馬上以前要做一整天的事情 突然間只要5分鐘就完成了 他覺得哇太棒了 當然如果你今天用一個公式 用第一名稱加這個康語婆 其實大大節省時間 但是還可不可以更快 當然可以啊 比如說按個按鈕一秒鐘就完成了 不過如果他一秒鐘完成的話 那你必須要寫程式 那只是說要怎麼寫程式 這個待會我們再來看 其實我們所謂的VBA或者錄製聚集 那這個部分的話前面是有講過啦 只是說我們如果以這一題來看該怎麼做 我待會再來 那接下來的話呢我如果要手動的把什麼 把11的留下來 40的剔除掉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首先的話呢跟各位講一下 這邊的話如果你要做這件事情 你可以把那個上面的功能切到資料 那有幾個功能可以完成這件事情 第一個功能就是說你可以用資料裡面的排序 排序在這裡 或者第二個功能的話可以用這個資料裡面的篩選 這兩個功能都可以達到我們要的效果 那首先我先來講一下有關排序 那排序有分成Z到A跟A到Z 那顧名思義啦 由大到小就A到Z 由小到大是A到A 由大到小就是Z到A 那基本上呢0跟E哪個大 當然E比較大 所以其實你按Z到A就可以 但是請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操作這個動作之前 請你務必先把游標放在B1 OK 他就知道說呢 你要根據B欄的資料去做排序 那他一般會把這個第一列當成是欄位的名稱 因為剛好上面是空白啦 或者你可以打一個名稱也沒關係 不打也沒關係啦 那我把游標先放在B1 按一個Z到A 最高到最低有沒有 那你會發現呢 它是自動排序的 這個時候的話E就會全部排在上面 那底下全部就0 所以呢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把E的選起來 這個區塊 然後再按什麼 複製C 然後呢再按 切到查詢結果 把這個結果Ctrl V貼上 那你就可以交差了 你就完成了 OK 這個是第一個方法 有沒有 你會發現喔 排序很滿滿方便的 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假如說呢 我不要排序的話 那我可以用什麼 我可以另外一個方法 我先把它復原 復原的話就Ctrl Z Ctrl加Z的話呢 你按一下就復原一次 按兩下的話 它就復原兩次 這好像恢復了 好 那第二個方法就是篩選 那什麼叫篩選 那我們接下來一樣喔 如果我用第二個方法 篩選的話 那游標一樣是放在B1 按一下篩選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按下有按跟沒按差在哪裡 有沒有發現 這個是按下去的效果 這個是取消的效果 按之後呢 它主要會幫你增加一個下拉清單 那這個下拉清單 是做什麼呢 如果你要根據A欄去查詢 你就點這個 當然我們要按照B欄 所以你就按照B欄 點這個B欄的時候呢 它會知道說 裡面的資料都是數字 所以你會發現它會出現什麼 數字篩選 就是意思說啦 你要去找什麼樣的資料 幫你保留下來 那篩選有顯像有漏斗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是漏斗 留下來的 那跟它講說 我要把那個1的留下來 0的剔除掉的話 那很簡單 你不需要去這邊篩選 其實就直接把下面這邊還有更簡單的 全選的地方打勾取消 把1留下來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呢 0的部分就全部不見了 剩下1的 那再來的話你就直接把這個1的A2一直選 選到最下面就可以了 或者是你直接這樣 有不要放A2 Ctrl Shift向下 因為你就不用選到底 然後Ctrl C 然後再到什麼呢 查詢這邊呢 把它Ctrl V貼上 這樣子的話呢 也可以達到我們的效果了 OK 所以兩個方法 至於哪個方法比較好用呢 其實大家就看每個人的習慣 像我自己是比較習慣用篩選 因為排序的話 有的時候 資料量比較多的時候 不像這個這麼單純 那就會造成一些麻煩 因為你還要再去過濾 所以 直接用篩選有時候比較快 那 待會兒的話各位思考一下 我們已經做完 最後如果你要取消篩選 就是把這個篩選按一下 它就恢復了 OK 但是呢 這個動作 其實這樣做下來 可能還是需要花幾個動作 包含就是說你要輸入公式 然後你要把游標放上面做篩選 篩選這邊有辦法打勾取消 然後篩選完之後 游標放A2 Ctrl Shift向下 然後Ctrl C 再到這邊Ctrl V 那假如說你希望更快 什麼叫更快 就是以後 我只要按個按鈕 就可以完成這件事情的話 那不是更棒嗎 那可是如果說呢 大概一秒鐘就完成了 剛剛可能還要三分鐘吧 現在可能一秒鐘 如果你要變一秒鐘的話 你就變成你要提高 你的那個什麼專業度 那專業度就是寫程式 但是問題喔 如果你不會寫程式的話 那沒關係 你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先把什麼呢 這個開發人員先打勾 還記得我們之前有教過各位 有一個方法 叫做錄製聚期有沒有 也就是說喔 如果你不會寫程式 但是你希望把那個功能 剛剛連續的功能動作 全部幫你轉換成程式的話 你可以把那些動作 錄下來之後 再變成一個按鈕 按下它自動完成 所以待會也許 我希望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就是錄製聚期之後 變一個名稱 然後一個按鈕就按下它清除掉 清除比較簡單 清除的話 其實把A欄把它清掉 就整個就清空了 那另外這個錄製聚期 比較麻煩 也許請各位試試看吧 那我剛剛的重點喔 第一個喔 就是資料裡面的 先用排序看看 然後再用篩選 畫面再還給各位 那做完的話呢 如果還有時間喔 想想看 如果用錄製聚期的話 有沒有辦法 把剛剛連續的動作呢 全部變成按鈕 按下它之後呢 這個事情就完成了 好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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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